在世界史的长河中 1688年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年 不仅见证了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 也承载了东方地区的中俄边界谈判 在欧洲 光荣革命的发生标志着英国政治风云的巨变 亦会夺取了国家大权 而王权在此过程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 这场政治动荡产生的影响 不仅局限于英国本土 更深远地影响了整个欧洲政治格局 与此同时 远在东方 中俄两大帝国之间的边界谈判也在这一年展开 为后来长达170年的边疆局势奠定了基础 这两大事件的交织 为接下来的历史演变埋下了众多种子 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688年的世界舞台上 东方的中俄边界谈判成为了时局的重要一环 这一轮谈判以尼布楚为焦点 最终促成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然而 在谈判的背后 隐藏着对贝加尔湖这一地理实体的诸多纷争 贝加尔湖 作为世界上淡水储量最大的湖泊之一 其地理和历史背景一直以来令人瞩目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对这片土地的了解甚少 就连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也对其相对陌生 传说中苏武牧阳的北海 有人认为是贝加尔湖 这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 直到元朝时期 贝加尔湖才开始在文献中略有设计 尤其是随着蒙古韩国的崛起 贝加尔湖成为了版图的一部分 然而 正是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扩张 特别是对布里亚特人的影响 使得这一片土地成为了中俄边界谈判的争议之地 布里亚特人作为渔猎民族 曾长期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 在明朝时期 虽然布里亚特依然属于末蒙古 但他们与大部分喀尔喀蒙古的联系并不紧密 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了方便的机会 从1598年开始 俄罗斯逐渐深入西伯利亚 推进至厄霍茨克海 而在这个过程中 布里亚特蒙古几乎被俄罗斯轻而易举地征服 1631年 布里亚特人发起了长达25年的反抗斗争 但由于孤立无援 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一地区 明朝并未触及 清朝初期也未到达 从而为俄罗斯的占领创造了机会 这一历史背景为后来中俄边界谈判 埋下了复杂的土壤 俄罗斯对布里亚特地区的控制 使得贝加尔湖的归属问题 更加扑朔迷离 随着中俄边界谈判的进行 清朝对于布里亚特地区的主权 要求浮出水面 成为谈判中的关键议题 领导谈判的清朝大臣索俄图 提出了明确的主张 尼不楚 雅克萨 黑龙江上下 即通此将一和一息 接触我地 不可弃之于俄罗斯 在谈判的初期 索俄图即提出以勒拿和为戒 将被加尔湖也划入中国版图 然而 这一立场遭遇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对 谈判中的分歧显而易见 其中包括对勒拿和的具体节点 索俄图坚持以勒拿和为戒 主张被加尔湖地区归属中国 然而 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戈洛文 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他声称被加尔湖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沙皇的土地 并主张以黑龙江为戒 进行领土划分 这种分歧不仅体现了双方在历史认知上的差异 更揭示了彼此对于这一地区地理边界的不同解读 清朝在谈判中的坚持和索俄图的提议 反映了对贝加尔湖地区的历史认知 然而 俄罗斯方面对于该地区的拥有权力同样充满信心 这样的分歧 成为谈判中的绊脚石 为后来的谈判进程埋下了隐患 在历史的交汇点上 中俄双方在贝加尔湖问题上的纷争愈发激烈 为一场充满波澜的谈判埋下了伏笔 然而 正当中俄边界谈判陷入激烈争议之时 西北方的嘎尔丹崛起 给清朝帝国构成了一场巨大的威胁 嘎尔丹领导的准嘎尔韩国骑兵势如破竹 横扫蒙古高原 势头甚至蔓延至乌兰不通 离北京城的距离也不远 嘎尔丹的挑战使得清朝 在外有强敌压境的压力下被赶沉重 为了应对嘎尔丹的威胁 清朝在谈判中选择了妥协 并与俄罗斯达成了协议 这一妥协体现在划定了外星安岭 以西的江界线 及以格尔比奇河和俄尔古纳河为界 为中俄双方确立了新的边界 在这一妥协中 清朝选择暂时放弃对贝加尔湖一带的争议 以稳固国家的北疆边界为重 这场谈判的妥协背后 既是清朝对于嘎尔丹威胁的实际回应 也意味着清朝对于外交和国防的权衡 而这一举措 为接下来的历史演变埋下了伏笔 成为中俄关系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这场权谋的博弈中 清朝的决策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更牵动了中俄两大帝国的边界格局 随着康熙三征嘎尔丹的胜利 清朝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成功纳入卡尔哥蒙古 为后来的谈判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康熙三征的胜利不仅对格尔丹构成了严重打击 也加强了清朝在蒙古地区的统治 为帝国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然而 与此同时 中俄之间的边界纷争并未就此结束 进入第二轮竞争阶段 俄罗斯继续支持准格尔韩国 试图抗衡清朝在蒙古地区的影响 俄罗斯的支持 继一步加剧了中俄之间的紧张关系 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之一 清朝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干预 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旨在维护自身在蒙古的利益和边界安全 这场第二轮竞争的背后 是两大帝国在争夺地缘政治优势 对周边势力的牵制和争夺的角力 而这一轮边界纷争的复杂性 使得中俄双方再次走向谈判的桌前 寻求解决彼此争端的合理途径 在这个紧张的历史时刻 中俄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 也为后续的谈判和外交争端 埋下了伏笔 在1724年 中俄边界问题的谈判再度展开 然而这一次的谈判 并未为贝加尔湖地区的争议画上句号 俄罗斯在谈判中表现出坚持的姿态 拒绝放弃对贝加尔湖地区的主张 叶卡捷琳娜 一是下令谈判代表 以俄方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 明确规定在划分边界时 贝加尔湖区域 乌丁斯克 色冷格斯克 以及尼布楚等地均不可放弃 俄罗斯的立场明确 他们不愿意吐出这片土地的一寸 相较之下 清朝对于贝加尔湖一带的兴趣相对较少 在历史上 清朝的主要关切点集中在蒙古地区 而对于贝加尔湖的争端 并未成为其战略的重中之重 在谈判中 清朝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对贝加尔湖地区表现出强硬的立场 这种相对的冷淡和不主动争取 使得俄罗斯在谈判中 能够保持强硬的态度 坚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权 最终 在这种权衡和谈判的背景下 清朝和俄罗斯达成了 恰克图条约 该条约划定了两国在蒙古地区的疆界线 清朝承认了布里亚特蒙古属于俄罗斯 而俄罗斯承认卡尔戈蒙古属于中国 尽管清朝在谈判中 对于贝加尔湖的要求相对温和 但是这一谈判结果 对于中俄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恰克图条约的签署 既是对贝加尔湖地区争端的一次暂时性解决 也为两国在后来的交往中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最终清朝在中俄边界问题上 选择了一种务实的路径 放弃了对贝加尔湖一带的领土要求 在经过多轮谈判后 清朝意识到贝加尔湖地区 相对于其他疆域并非关键利益所在 因此做出了让步 这一放弃 不仅是对实际控制情况的现实认知 更是出于对地缘政治平衡的谨慎考量 恰克图条约的签署作为中俄边界问题的一次重要解决 彰显了其平等性和法律效应 这一平等条约确立了两国在蒙古地区的明确边界 既尊重了各自的领土利益 又为后续的外交争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虽然在谈判中放弃了贝加尔湖一带的领土要求 但并不等同于割让土地 也为明朝和清朝在历史上并未实际掌控这一地区 俄罗斯则在清朝崛起之前就已经占领 因此这一谈判的结果既符合实际 又体现了中俄关系中的一次平等交往 这段历史揭示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 也为后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 尽管有让步和妥协 却为两国的长期友好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段历史的回顾 提醒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 平等 尊重和合作是解决争端的关键元素 也是构建和谐国际关系的不二法门 优优独播剧场——打开明月威力 也有信心思